我今天记得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靳先生22岁来自河北保险销售有请 杜女士26岁来自山西房产销售有请 欢迎两位啊 两个人是网恋是吧 对 奔现有多久了 已经有一年了 怎么认识的呀 就是通过附订的人 谁主动追的谁啊 我追的他 这次来是谁要来的呀 是我要来的 干啥 因为我感觉我们在一起一年了 他就和异性就老是纠缠不清 怎么纠缠不清呢 他和他前女友本身都快结婚了 但后来因为家里不同意 然后他们就分开了 但没想到的是人家最后变成了朋友 我就特别不理解 就是他的前女友嘛 老找他帮忙 上次还给他去家里面 去安装那个健身器材 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他就去了 什么叫二话没说就答应他就去了 人家是找我帮此忙而已 而且人家也帮过我 再怎么说人家给我打电话 我怎么可能说不给人家这个面子吧 那他不能找别人帮忙吗 就是非得找你吗 当人家给我打电话 你说我能不管人家吗 生活里面他跟前女友交集的很密切是吗 对 你指的这个密切大概怎么个交往法 就是说我有的时候是出去 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啊 就像一些酒吧或者是KTV之类的 刚好我那个田律友吧算是 他就在酒吧工作 然后每次去的话都是去他那个酒吧 然后就因为这点事他就 天天就是给我 那你就不能去其他的酒吧吗 你就非得去你前女友带那个酒吧 我出去玩肯定是要找一个有输热的地方 给人的话就是增加一些业绩什么的 我的话也就是 除了一个消费比较低一点 理解了理解了 也就是说经常会跟前女友见面对吧 并且通过方式来帮助前女友对吧 对 不就这意思吗 在他那消费吗 给他业绩吗 前女友有男朋友了吗 这个还不知道 是没有还是不知道 说实话 不知道 想想有脑子想想有吗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想一下 以前都可以不知道 今天可以知道 现在他是有一个男朋友 那干嘛刚才说不知道呢 因为我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说 因为人家有男朋友了 你再再去说 知道人家有男朋友 然后再去经常跟人家面 就是感觉影响影响不是很好 这你也知道影响不好啊 这为什么就影响不好呢 行了心里还有没有前女友 没有 坦诚一点 你非要让我把你逼出来 有意思吗 不是这个不是逼不逼的问题 这个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没有了啊 对没有 好我信了 但我感觉就他们就想再去前缘嘛 那那你就走嘛 你走不走 你不走 我们先选择相信好不好 而且他还总管着我 你说具体点什么意思 我们公司聚会 你说所有人都得去吧 但是呢 他回来之后 他就和我大吵大叫的 不是说我跟你大吵大吵大吵 就比如说你们那些领导什么的 是吧 就我就感觉你们领导对你有意思 因为他每次 他是公司里边都有一个微信群什么的 他领导在微信群里边发的那些团建消息 他都会单独再给他发一遍 这个事就看得我特别特别不舒服 那是群发的好吗 但我不认为是群发的 我就看你们领导就是不顺眼 但毕竟是我们领导啊 那人家公司聚会我肯定得去啊 你说是吧主持人 这个问我呀 对啊 我哪知道啊 你老问我这事 我真打不了这事 你们公司聚会要不要去 你要判断 对吧 到底是真是需要的团建 还是非需要的团建 只是大家找了一个什么辙 要在一起聚一下 那个两说 我也不知道您是什么情况 不好给您出主意 就这我明白了要管着你 还有呢 还有就是 我回来之后我就 他不是和我大吵大闹的 我还以为是我的错呢 然后我就哄他 哄半天都哄不好 后来人家说 那你送我个耳机吧 送我耳机我就不生气了 要东西是这意思吧 对啊 并不是说要东西 因为两个人吵架嘛 怎么可能说吵完架之后就 我不理你 你不理我了 总得要找个台阶下嘛 是吧 我得顾我自己的面子 我也得顾他的感情 所以说 我得找一个台阶 让自己能走下去的说 不是 那为什么不是说 哎 别吵了我 我送你个口红不就得了吗 而是你送我耳机 我就不跟你吵了 我没懂啊 您 这我感情嘛 我感情就是说 我生他的气 所以说 就这个方面的 明白了明白 经常会问你要礼物吗 也不是经常要 你们俩这个经济上 各自独立吗 各自也挺独立的 但是的话 都挣得不多嘛 谁挣得多一点 俩这样挣得差不多 差不多 对 花谁的钱花得多一点 就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花过他的钱 他平时也送我一些小礼物啊 什么的 但是他最后 他都要问我一句 那下次你送我什么呀 我就很奇怪 很纳闷 本来是送东西的话 就感觉特别惊喜 特别幸福的一件事 那他这么一说 感觉都变味了 变质了都 这个你们之间有 对问谁借钱 这种关系有吗 他之前向我借过钱 多吗 从少到多 从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 因为我平时吧 就是像买化妆品啊 还有买衣服什么的 那都得花钱嘛 然后他还以这种 就是还礼物的形式还给我 如果要是 以钱的形式还给我的话 那我可以自己支配啊 然后他就只拿礼物堆给我 所以这就是 我还你的钱了 我感觉 我感觉的话 就咱们两个这个关系 你分得太清楚了 就说 这个支付宝上 都有一个那个代付呢 我就把我的支付宝 把令他的支付宝上了 我说 以后买什么东西 就直接刷我的支付宝就可以了 再说了 我以后挣的不都是归你管吗 就是现在你分得那么清楚 干什么 我就不明白 那你现在钱归他管吗 现在不归他管 那为什么以后就归他管了呢 对 我感觉的话就是 我自己嘛 花钱的话就是比较大手大脚的 我就感觉 也就是说在 在女生的这个感觉当中 可能两个人交往过程里面 男生 用钱用的比较多 是吧 对 你们俩在经济上 可能有一些纠沉不清 和纠缠不清 对吧 男生的资料上面是做保险销售 对 我是做保险的 女生是做房产销售的 对 你做房产的应该人脉关系比较多 对吧 对 我人脉关系倒是挺多的 他会要求你说 给我介绍一些客户或者怎么着吗 有这方面的要求吗 男生 他没和我说 但是呢 人家悄悄地加我的通讯录 把我通讯录里面的女客户 都加了一个遍 对于我认为的话 资源都是可以共享的 我手机上的客户 是吧 你也可以去 你拿去 你也可以去 那你有没有跟他打过招呼啊 没有 我感觉 我感觉的话就是 他应该能同意我的做法 感觉能同意 你对这个事介意吗 我很介意 因为客户都投诉到我这来了 这样我就在中间很难相处的 听明白了 交往一年多对吧 对 男生晚上不着急结婚对吧 对 所以说话也就没见过父母什么的 对吧 就这么谈着呢 是吧 对 但是在这的话 就是我父母嘛 就经常给我打电话 就是我家里边就特别着急 然后经常给我打电话 就是给我介绍一些相亲的对象什么的 你说我父母给我打一次电话 两个电话我都可以不接 打三四次还能不接吗 就是我 就是上次我父母给我打电话 说家里边 我介绍一个对象 然后让我回去说见见 我就跟他商量嘛 跟他商量 然后说 我说你跟我去见一下我的父母 然后他就不同意 办公室上就回去了 为啥 我感觉现在才一年嘛 一年的话 我感觉还不到见父母的时候 而且我们之间还有很多的问题 没有解释清楚 而且他的话 这个老关心他的前女友什么的 我感觉这样的话 要是回去见父母的话 肯定就一点都不合适 你不是都去了吗 怎么又半路回来了呢 因为他让我骗他的父母 骗什么呢 我本来比他的年龄要大几岁 14岁是吧 对 本来比他大 但是呢 他非要和我 让我和他的父母说 我和他是同岁的 他不就是嫌我大吗 我没有嫌你大 我如果嫌你大的话 我当初干什么要追你呢 就是我们老家的话 就是有一种习俗 就是 人家都说 女大三抱紧专 女大四没意思 我就想着让他把那个年龄 那你这不是明知不犯吗 有意思吗 他问就是有没有意思 跟他谈恋爱有意思吗 有 有 要不然我跟他谈恋爱 那你为什么不让他抱 比你大三岁呢 还抱着金砖呢 对不对 对我跟他说了 我说你是吧 你跟我抱一样大也可以 你抱小个一两岁也可以 是吧 你没说 我说你为什么不让他抱大三岁呢 不是说抱金砖吗 没有 当时我跟他说的时候 他正在气头上 他根本就听不进去 我在说什么 听明白了 在年龄上隐瞒 还有什么 他要求你要隐瞒他父母的吗 因为我们在北京 生活可能本来就挺接据的嘛 然后呢 他还让我和他父母说 就是我们已经过上了小资生活 你就放心吧 可好了 但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就算不是这样 你让我 你让我怎么跟我父母说 我跟我父母说是吧 喂 我在家里 我在外边过的是吧 是怎么样的生活 你问问在座的大江 他们给家里边打电话是怎么说的 难道他们就每次给家里边打电话就说 我在外边过得特别特别苦 难道你让我这样说吗 那你也不能让我骗你父母啊 毕竟他们是老人啊 这能算骗吗 这最多也就算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吧 是吧 可那也是谎言啊 行我发现了 这男生只要对自己有利的 你都可以觉得没问题 我感觉他能理解我 因为因为我就是说 我父母就担心 我在外边就是太 没个前女友 为什么就没结婚呢 也是因为年龄上的问题 谁大呀 他大 然后就是说 大几岁啊 大了三岁 就是这个是 就是报金专吗 对这个是次要的 关键是 家里边没有谈拢了 就是这个 没谈拢了 我是财力钱 对 行 听明白了 今天你要来 对我要来的 干啥 我就是想 想让他把那个男女关系都清一下 然后呢 然后不要那么自私 然后呢 他心里一点都没有我 对然后呢 我感觉我们 有点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然后呢 我想让您给主持一下公道 哎呀 坏了 我主持不了这公道 我这辈子又干不了这事 听明白了 就是你觉得你们俩 其实是两个世界的人 对吧 对 你是想把他拉到你的世界呢 还是你想去他的世界 我想要把他拉到我的世界 太难了 你为什么来啊 我也是因为不想离开他嘛 对你照顾的应该还不错是吧 对 就是平时里的话 我们我们两个就对谁都好 就是因为一些 关系上的事情 总是吵得就特别特别厉害 这里面有一个社会认知啊 就双方对于社会的一个认知 对于一个自我的要求 所以冲突还挺大的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我们倒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就是三观不 好不这样 好谢谢陆琪老师 来沙达老师 我们说到三观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之前讨论太多了 总说三观一致的两个人在一起 就可以幸福地生活下去 这其实相当等同于说没有摩擦力的物体可以一直运动下去 简单的一件事啊 利益面前不分彼此 感情面前分得特别清楚 一道说这个你的客户也是我的客户 我的手机里的你也可以随时用 你试试他用你手机里的客户 你就不是这个态度了 所以陆琪老师说的你的这个功力心太重 凡事都以目的出发 这些是你的价值观的问题 可能因为你从小的生活环境所迫 我们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 在22岁的时候 就可以把任何的人都当成一个工具去看待 我们不想评判说这是对问题了 因为你对待的是一个用心在爱你的人 他这个时候不是任何一个工具 你知道你为什么相了那么多次亲 然后包括前女友都散了吗 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凡事以目的出发 而你有没有静下来想一想说 你为什么未婚妻在结婚这件事上闹翻了 我相信你心里非常清楚 就一定也是在那个时候 未婚妻以及她的家庭看出了 你是以目的为出发点的这样的一个人 那这样的人在未来的生活当中 千万不能跟他碰利益的事 如果一旦触碰他的利益 什么感情啊 什么家庭全都可以放下不顾的 所以你给大家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就会觉得你在我的身上 没有付出那么多的感情 没有那么爱我 你明白我说的吗 我明白老师 所以我希望当你面对爱情 或者面对一个真正你爱的人 如果你要不爱他 我不说 但当你面对一个真正你爱的人 我希望暂且把你以目的为出发的这个心 放下 用心地去感受到底什么是爱 可以为一个人不那么目的 不那么公立 好不好 好 好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山大老师 来 起座 新年22岁是吧 对 你什么学历啊 我是高中学历 那你出来工作几年了 那出来工作大概有五年左右了 五年左右 挺不容易的 你是做销售的是吧 对 我周围非常多的销售 我从你身上能看到一些销售的那种所谓职业病 教授分很多层级的 其实你是属于比较初级的这种水平 你会把所有的周围的朋友资源最大化的去利用 因为其实你受过苦的 对 所以你很害怕 包括你其实内心是有点自卑的 这也是为什么你要跟家里人 跟自己的对方的父母也好 自己的亲人也好 说我现在过得很好 因为你出来闯荡了四五年了 你是要向他们证明自己是可以的 并且自己是可以有一段属于自己幸福的爱情 这一点女生理解吗 她缺钱 这个我理解 理解 那你理解为什么她找你的女性的客户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说 为什么 因为我感觉的话 女性在思维方面或者在心理方面都是比较好发展的 她跟男 可能有些男性不一样 你有时候跟一些男客户谈一些关系 她就会给你扯一些很多没有用的东西 基本上是这样 以我对销售的这个理解 女性客户和男性客户是有区别 女性客户是非常容易建立良好的关系 因为你只要给她足够的尊重 或者说能言善变对吧 察言观色 然后呢口才好一点 很容易捕捉女性的特点 而男性客户是要让她有成就感 甚至于很多男性客户你是搞不定的 对 因为人家的见识 人家专业水平远高于你 拿不下 这就是为什么她一定要去和你的女性客户建立联系 这点你要理解 她不是有什么坏心眼 不是 但是我不理解的是 她为什么要悄悄地加我的客户呢 那是她的方式 因为她知道你不同意的 所以她会认为你是我的 那你的就是我的呀 因为她想发展客户 她如果要是和我说的话 那你会不同意 我也会同意的 真的吗 我也会同意的 但她从来没有和我说过 我就很害怕她 就是说因为这件事在过程 因为你觉得这可能会她不接受 对 甚至于说这就是你的无能 你自己的销售 为什么要发展我的资源呀 为什么呀 你没本事啊 所以她才有这样的举动 明白吗 明白 所以小伙子 我跟你的建议是 其实销售要是要用心的 不要用那些销售技巧 你用了太多的销售技巧 带到了你们情感当中 老想赚那种小便宜 但你失去的是真爱 失去的是大事 明白吗 客户也一样 无论男女 无论她的级别高低 如果让人感受到你的真心的话 你会得到这个客户的 同样在爱情里头 千万不要参加这些 所谓的技巧 手段 明白吗 用真心 去换她的真心 不要把你的那些技巧 销售的痕迹 带到爱情当中 明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许总 来 周老师 一个人请你去吃饭 一大桌子的人 你在没有经过主人的同意下 私下里把所有的人的微信都加了一遍 你觉得那主人能高兴吗 你觉得那主人下次吃饭还会请你来吗 所以有的时候 有些事情不用对错去衡量 但是做法是欠托的 对吧 一书有一句话 说 人啊 有没有可能去 跟一个完全没有利用价值的人交往 这大概是不可能的 即便是纯聊得来 也利用了对方的时间和精力 在彼此相谈圣欢的同时 大家都交换了资源 大家都得意 最讨厌的是那种损人不利己的人 通常人与人之间 利用价值越高 这种关系越能持久 确实是这样 即便是亲情 即便是爱情 即便是友情 我喜欢你的努力向上 你喜欢我的善解人意 我依赖父母对我的关爱 父母希望我给他养老 这都是交换 但是人最可爱的一点 就是在某一个瞬间 或者某一个时候 情深所至的时候 你会不计得失的去付出 你不可否认吧 所以人呢 是要有实用主义 但也要有可爱的力度 如果人的这一辈子都是交换 人的这一辈子没多大意义 人最可爱和最有意义的时候 就在某一个瞬间 就包括像母亲生孩子一样 即便是我知道我可能会死 我也会把他生下来 即便是我知道这个植物人 可能长期醒不过来 我也可能会无怨无悔地付出 人最可爱的就是 在某一瞬间 我即便知道结果是这样 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 我依然忍不住 情不自禁地想要为他去付出 这是人最可爱的例子 你要让人变得完全可爱不可能 你要人变得完全的功利 这也不行 所以男生 你缺的就缺那点可爱的东西 如果这人这一辈子 没有那么几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和几次奋不顾身的付出的话 人活的是没多大意义 你说呢 你们如果愿意还给互相彼此一些机会 愿意看到人心当中最可爱的部分 你们就继续下去 如果你觉得忍无可忍 那大概就算了 对不对 好 谢谢陀老师 现实生活那点虎那点谁 男谁没经历过呀 但是我觉得好像 我们理解并不认同你的做法 谢谢 22年了经历了那么多 有了自己的价值观了 你慢慢在生活里去碰去调整 包括这段情感的走向 也是调整的一个方面 更多就想跟女孩说 在现实生活里就是这样 理解可以 你接受吗 认同可以 你接受吗 所有的外人都可以很轻易地理解 放在生活里你接受它吗 我接受不了 那就是做接受不了的选择 一起进入真情 来 请关门 很长时间以来 也没有在表白的时候 有观众鼓掌了 这个 今天这个表白的鼓掌 是一个特别腐蚀的话嘛 叫我还喜欢你嘛 就是大家其实对这种 特别纯粹的这个感情 还是挺向往的 每个人都向往 我特别能理解他为什么鼓掌 因为在座的都是优秀的销售 都是销售前辈队 销售后生的鼓励 是吧 所以我还想说的是 倒回头问所有鼓掌的朋友嘛 如果你的男朋友和你的女朋友 是这样的 你还会接受他吗 所以在一段关系当中 最重要的是接受 而不是理解 结局还是挺有悬念的 因为大家有大家不同的期待嘛 有些人的期待就是女生能出来 还有一些人的期待就是 女生和男生都不要出来 当然还有其他更多的期待啊 我不知道 大家会怎么去组合这一组关系 我们来看一看这对嘉宾朋友 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 来 咋了 我感觉就是 二七受不了 对 你回去其实稍微总结一下 你发现这两个女生 你跟她们失败的原因究竟在哪 然后你再回想回想老师们说的话 今天我觉得她的离开 可能对你的人生来说 反而是件特别好的事 谢谢你啊 加油 秦辉